你真的要幹嗎 你真的沒上過電視嗎 已經亂比了 你要出病啊 Siri想聊 康熙在何庭鬧爆 小意思狂被蔡康勇吐槽 嗨S姐 今天這個來賓 在你心中佔有多重要的分量 如果他死了我會很難過 有這麼heavy啊 Siri Siri想聊本季最後一集 壓著的happy來賓 大家應該不意外 很爛喔 My dear 謝謝你個頭啊 你真的要幹嗎 你真的沒上過電視嗎 哇 你很土耶 今天是我們CV想聊 最後一集的錄影 坐不下去吧 沒有本來就是一到就十集嘛 我們怎麼會做過節目 奇怪耶 你自己也請了很多節目 你以為都不知道啊 但是我 我聽節目才不好意思 全然要 你去上庭啊 你要出病啊 可能今天可能真的會出病 因為你也知道B2受重傷了 配配配 人家就是被想到了 徐一蒂現在假裝很正常 他在今天我們碰面之前 已經連續四天 每天半夜三點鐘打電話 等一下 我只是想要跟他聊天 半夜三點 奇怪 有人規定聊天要幾點嗎 四天不是也太過分了吧 這算是朋友嗎 我們馬上開始進行拍攝 OK 你是攝影師 請問你是什麼 我是特助 我是社助 你在這邊眼方 然後看著他們 然後這樣 攝影助理 你會不會倒戲 什麼樣的姿勢啊 打臉嗎 S你還是乖乖當主持人就好 我個人最喜歡的 終極二選一 好可憐啊 好可憐啊 哪一位女明星很沒有氣質 林志玲 或者是黑澤志玲 你說志玲嫁給黑澤先生 以後叫黑澤志玲對吧 講別這樣就二選一 其實是一選一嘛 對吧 好像就是哪一個比較沒氣質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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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夜三點電話響了 看到誰的來電你會不敢接 一 小S 二 貴 欸 不接你的啦 四天不接也太過分了吧 這算是朋友嗎 下列哪一項是小S 最致命的缺點讓你受不了 一 做人太有禮貌 二 工作永不遲到 你有禮貌個屁啊 你有禮貌個屁啊 你超沒禮貌好不好 我很有禮貌耶 沒有 你根本 我看見那些長輩我對說 欸 什麼大哥好 然後你轉頭就翻白眼 這樣哪有禮貌 我們大家要轉那個翻白眼 你不要在這邊汙蔑我好不好 你有沒有 要看是誰 工作永不遲到 你有臉講這句話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坐在這裡 本來大概從拍完模特之後 大概過三分鐘就可以開始在這邊錄 結果我就等了大概半小時 我們在等什麼 我們在等女主持人去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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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等女主持人去大便啊 就是 難道你是讓我一邊玩二選一 你一邊大便在肚子上嗎 我很希望 你沒有選耶 好 有禮貌 有禮貌 你問這些問題你不會折瘦嗎 你自己不想 短命為之 不是很care 你 你有希望虎很長嗎 我沒有 對啊 我就猜猜你葬禮就好 我猜猜你葬禮 說話我幫你辦的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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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